還記得2024年4月發生的地震嗎 當時有一群無名英雄極力搶救 今天哈小編帶領大家認識英雄之一 消防員的得力助手搜救犬 在小時候我們就要先帶回來 在幼學時期就要帶回來做培訓 然後每一段期間 因為他們固定可以訓練的東西 那像這些都是要塗層累積 然後或者計劃性的來規劃他們的訓練過程 還有課程表 最重要的是上課的課程表 通常會需要大概兩到三年時間才能成功 通過認證成為手搜救犬 愛吃愛玩感冒險要親人 要親人非常重要 然後同志體力要好 理解要好 不怕黑 大概要有這幾樣 這幾樣零零總總加起來的特質 之後他才有機會 是有機會 他是一個門檻 才有機會 能夠培訓成為手搜救犬 除了地震以外 還會有土石流 以及像2014年的高雄氣爆 那個像有民眾 民眾被埋沒的這個情形的話 其實都是手搜救犬 可以應有的放 消防區的規定 消防區的規定 其實有一個法規 其實有一個法規是有關於工作權 執行的這些規定 那我們是遵照這個規定 所以我們設定為八歲 八歲其實就要開始評估他們 要開始幫他們找退休家庭 那在找退休家庭的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第一個優先人選 當然是林學員本身嘛 因為他畢竟陪了他們 這麼長的一段路這樣子 那如果說林學員自己的家境 家裡的狀況 是有辦法去做招料的 那我們也是歡迎讓林學員 優先來認養 那如果沒辦法的話 我們才會開放給民眾 來做申請認養 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有去支援華蓮 在當時呢 華蓮當地其實是沒有收購圈的 那所以有請求到我們的經費來協助 那我們其實在那一天的發生的半夜 其實我們就整裝 連夜整裝 然後我們就前往收賈機場 然後我們就達成了軍用的運輸機 直接在華蓮那邊做夏季的動作 夏季之後 你直接前往就在現場 那那個也是我們 和犬隻、弟子做冥機的經驗 新北市這邊呢 搜救犬隊我們是安排 就是讓他們每隻搜救犬都有專屬的林學員 其實在一般的搜尋物照料 以及在訓練上 都是有專屬的林學員來負責 那一個林學員 他可以同時負責 兩到三次的群職 但是這些搜救犬 他就只認一個林學員的指令 所以我們也有開放 讓這些林學員 他們除了在上班的時間 能夠跟小狗一起訓練工作以外 也讓他們放假的時候 是能夠帶自己的搜救犬回家 卡手師的粉絲 大家好 我是搜救犬隊的小隊長林國志 然後以及我們的搜救犬 我們支持任養不棄養 讓愛有希望 你不會讓我們